韓國女子天團少女時代 其中門面擔當成員潤兒 主演過多部偶像劇 近來她更積極轉往中國發展 拍攝電視劇武神趙子龍 獲得觀眾好評 她不但常在網路上 跟中國粉絲互動 中文進步也十分神速 25日潤兒在北京舉辦 粉絲見面會 竟然打破慣例 全程不靠翻譯 潤兒完全自己用中文 關於主持人對答如流 更連續現唱三首中文歌曲 除了經典歌曲 《月亮》代表《我的心》之外 潤兒還選唱了《王妃的紅豆》 不過最讓粉絲驚喜的是 先前潤兒接受採訪時 曾經表達非常喜歡台灣電影 《我的少女時代》 甚至還親自錄製宣傳影片 這次她也特地現唱主題曲《小幸運》 巧合的是 當晚韓流男神宋仲基 也在台灣的粉絲見面會上 選唱這首歌曲 台灣電影在韓國到底有多夯 可見一般 不過最讓人驚訝的還是 潤兒驚人的中文實力了